哈囉 大家好 我是洪志 今天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原住民的十六族要怎麼記 原住民十六族怎麼記 在我學習的時候那時候只有七族 原住民有七族 後來就蓋了一個九族文化村 超漂亮的 完全變九族了 那就在這幾年 已經來到十六族了 所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透過一個簡單的故事 怎麼樣把這個十六族都記起來 所以首先我們先來記十六樣東西 那我們八個八個一族 前面這八個 第一個是美女 想像一個美女 還有一個男朋友叫做泰山 兩個人喜歡喝啤酒乾杯的 喝完啤酒之後 他們喜歡吃粥 吃粥 那這個粥一定要有三個小菜 第一個就是滷蛋 滷兩 第二個 排骨 一定要有排骨 而且一定要是炸的 第三個是鴨肉 吃完之後 要有烤的鴨肉 吃完之後 兩個就開始比賽 來複習一下 第一個是什麼 一個就是美女 美女有個男朋友叫做泰山 沒錯 兩個人喜歡喝啤酒 吃粥 三個小菜 第一個是什麼 滷蛋 第二個排骨 第三個是鴨肉 吃完開始怎麼樣 比賽 OK喔 好 接著後面喔 比賽什麼東西 比賽撲克 撲克牌的撲克 然後贏的人喔 贏的人可以吃布丁 同一布丁超好吃 蘇德雷吃沙奇馬 有沒有吃過沙奇馬 沙奇馬 小方塊的小點心 沙奇馬 然後兩個人開心吹著口哨 騎著藍馬 藍色的馬 這是藍色的喔 我是藍色的外套 他們騎著藍色的馬 回到哪裡去 回到泰魯閣 你看喔 回到泰魯閣 那這泰魯閣 住了一位富翁 超有錢的 這富翁 剛生了一個女娃娃 好一樣來複集一下 這個 這個 這 十六個東西 十六個項目 第一個 美女嘛 男朋友是泰山 兩個喜歡喝啤酒 吃粥 三個小菜 第一個 乳蛋 第二個 排骨 第三個就是鴨肉 吃完開始比賽 好來 接著 比賽什麼 撲克 贏的人吃布丁 輸的人就吃什麼 撒起馬 兩個人開心吹著 口哨 騎著藍馬 回到泰魯閣 泰魯閣 泰魯閣坐著一位富翁 富翁 剛生的一個 女娃娃 這樣子就都記起來了 你可以試著暫停一下 去倒背看看 事實上你也會記得 要把他背回去 好 那接著就是要來轉換 要來轉換 就是剛剛我們記得 這十六樣東西 要把它變成是我們的原住民十六族 所以美女的就是變成阿美族 泰山的泰雅族 啤酒就是非男族 舟就是舟族 乳蛋就是盧凱族 排骨就是排灣族 亞綠就是亞美族 比賽就是賽夏族 接著下面 撲克就是賽德克族 布丁就是布農族 馬就是沙奇萊雅族 口哨就是少族 蘭馬就是翻過來 叫格馬蘭 格馬蘭族 最後還有兩個 還有三個 泰魯閣族 富翁就是卡納卡納富 富翁很有錢 開兩台卡車 叫做卡納卡納富 最後一個就是 女娃娃 就是拉阿魯蛙族 這個魯蛙 魯蛙就是女娃 女娃姓阿拉 所以試著去回憶一下 這16組很簡單喔 我們五分鐘 就把它全部都記起來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